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雨玲,我在新加坡 今天我和雨玲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共计会的这个话题 对,提到共计会,大家是不是马上就会联想到阴谋论 而且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一个机构 会联想到,比如说有些人就知道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很大的神秘石碑 到现在疫苗背后有一个人口灭绝的阴谋也是涉及到共计会 甚至到最近在中国就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 就是有一个童装系列里面是有很多魔鬼的符号 大家也说这个背后也是跟共计会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共计会是让人真的是浮想脸片 那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组织还是具有一种颠覆性的企图呢 还有它到底是一个属于精英的社群呢 还是背后又是邪教组织 而且他们的政治立场如果有政治立场的话 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呢 他们是不是有野心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大政府 他们是不是有控制世界 怎么创造新世界的那种阴谋野心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在心里面 是的,是的 这个共计会有关共计会的故事传说的很多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很多人我也问过他们 就是他们知道共计会很多故事和阴谋 但共计会到底是什么组织 他对共计会本身了解多少 几乎很多人是一无所知 实际上共计会呢 它历史是很长的 而且这个共计会 这个地方的共计会和另外一个地方的共计会 往往是不一样的 所以往往我们看共计会 讲共计会呢 是一种管中窥豹 一篇概全 对对 而且呢 还有很多人会把共计会和另外一个组织 光明会就混为一谈 还有什么玫瑰圣骑士兵团啊 什么东西 都是一些很神秘的组织啊 都会联想到共计会 都认为是统一马式 那还有呢 共计会它有一些标志和符号 都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 所以总之关于共计会的这个话题啊 就很难不让人发挥这个超长的想象力 是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分两集啊 一个上级一个下级呢 给大家就聊聊共计会 我们这前面上级主要是谈一谈 共计会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那下级呢 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有关共计会方方面人的故事和阴谋 好 那如果说要从头开始说呢 要从哪里开始说好呢 不如就从这个1734年 这一年呢 是美国的共计会就有了正式的宪章 那在这个宪章里面就提到 共计会更久远的起源 它起源于哪里呢 它就是起源于亚当的时期 它就是说亚当时期其实已经开始 教他的下一代呢 这个积合学 然后到挪亚造船的时候 他们用的是木材 可是呢 也已经需要牵涉到积合学 然后再船到这个巴别塔时期呢 就他们开始造砖 要造高塔 然后到后来又有什么埃及金字塔 然后再到所罗门时期的第一圣殿 需要用那个巨大的石头来建造圣殿 那这些呢 都会牵涉到石匠和石匠工艺 所需要的积合学 所以如果真的要追溯这个共计会 或者说跟它有关的这个起源 根据共计会的宪章来说 是起源于亚当时期 没想到吧 哎呀 这让我想起一段广告词叫什么 共计不简单 历史恒久远 是不是共计会还参与了这个冰马俑的这个建设呀 为什么你会想到冰马俑呢 哎呀 我这个是开玩笑 但是呢 我为什么想到这点啊 是因为啊 冰马俑它那个雕塑是栩栩如生 它与中国当时那个时代之前的战国时期 以及之后的这个汉代魏晋的时期 他们中国传统的雕塑完全不一样 而甩着中国传统雕塑多少条街 后来呢 人们这个很多专家认为 它这个技术啊 是从波斯传来的 而波斯从哪来呢 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他把大希腊文化带入了这个西南亚 把这个这个雕塑技术也带过去嘛 而实际为什么我们说谈到雕塑啊 雕塑其实与石匠技术密不可分的啊 你看这个古代希腊 比如他有高大雄伟的那种石头的这种妙 被有高超的石匠的技术 但是古代希腊最有名 他也是有雕塑的水平的存在 所以呢 这两个是并存的 确实确实 这个雄伟的神庙和那个细致的雕塑 确实是互相辉影 其实我们如果去希腊 或者看那个希腊的文化 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 对 刚才其实我们呢 还没有给大家强调一个 但是我们已经讲出来了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当代共济会的前身 是欧洲的石匠协会 或者叫石匠工会 它是一个行业组织 对对对 其实共济会 它英文叫做freemason 那它的直接翻译就是自由的石匠 这个自由的石匠呢 也包含了几层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是可塑的原石 还有呢就是自由的人 就是去雕塑这个石头的人 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不是奴隶 那他可以自由的转移地方 他不受到任何的禁锢 他不被他所属的那个地方政府所奴隶 他也不会受到那个工会势力的一个很强大的挟制 那所以呢 自由它本身就是作为工匠和工匠的素质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可是当你当一个人有自由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有道德的支撑 如果有自由而没有道德 那就会这些石匠就会做出很多的豆腐渣工程 相信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豆腐渣工程 那可是以前古代是不会有什么豆腐渣工程 如果有的话 这些古希腊的神庙雕塑就不会存留到现在了 那所以呢 如果一个人要有道德的话 这个道德又必须要有信仰的支撑 那要有这些方面才能够造就一种最崇高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工匠精神 对啊 没错 你看 无论是这个在欧洲古代的中古时代的 他的这个石匠工会啊 和当代的共计会 那么他们中间都有浓重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色彩在里面 对对对 你说到这个基督教信仰色彩呢 我们再追溯到更久以前啊 刚才说的是1734年是在美国的共计会宪章 其实更早的正式的宪章呢是在1717年 这个石工计会在英国正式成立 那他呢就有这个章程啊 那个章程就更加明显 他有好几十条的章程 那我随便列举其中几条 比如说他说要忠于人 也要忠于神 忠于圣教会 不容忍教会里面的义官写说 第二点呢就是要忠于国王 还有要对每一个共计会成员都要忠实 你希望他们如何对你 你就如何对待他们 这个很熟悉吧 这个就是耶稣的这个黄金教导 还有呢就是不可抢夺你兄弟的妻子 那从这些章程的内容来看 他的价值观和理念跟圣经是很相符的 就是很类似圣经的实戒 然后呢又有人出来 对于这个章程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用圣经哥林波前出一章实戒 来提醒说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打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就是大家将追求一种同样的理念 价值观的信仰 那了解了这些以后呢 我现在又有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实将协会 它的价值观 也确实是跟基督教理念是相符的 那可是当时的欧洲 基本上都是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 那而且呢 他们当时已经有了各行各业了 有皮匠啊 做皮鞋的啦 又有什么裁缝啊 又有钟表象啊 那所有的行业都是符合基督教价值观的 为什么单单这个实将行业协会 就会变成了现在在欧美 至全世界都有那么大影响力的一个组织呢 因为人家如果想到实将的话呢 实将是一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国 那么做一个实将 他应该是一个蛮粗的粗人啊 所以怎么想都很难 跟现在这种高大上路很神秘 而且都是精英所掌控的那个 共计会来搭上边界 这个我就比较想不通 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就是其实很多资料 他都没有给出一个 他就说了 这个前生是实现实将功位 但是为什么实现 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尽体的答案 在我给你咱们来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欧洲中世纪呢 它有两大类的人造景致 是在全球非常文明的 你能知道是哪两大类吗 第一类不用说肯定是教堂 我们去欧洲一定要去参观教堂 那如果另外一类 我想除了教堂以外 肯定就是城堡了 你这个真的很聪明 说的非常对 你看这两类在欧洲是建筑业 它一个主要的一个建筑物 要高达上的 那一类呢 教堂它是为上帝而建 庄严啊雄伪啊 美轮美奂的 对吧 那另外一类呢 是这个为国王贵族 也就是那些城堡 国自多彩 有些非常典雅 有些非常雄伪 而且这个城堡 你看充满了什么 神秘色彩 是不是 对对对 你说神秘色彩 我就 你一说城堡 尤其欧洲的城堡 那你就会想起 那个沉睡百年的公主 还有一条碰火的巨龙 在守着这个城堡 还有一些巫婆啊 还有小精灵 小矮人 还有最重要的 要有一个骑着白马 来救公主的王子 那么这些 这些童话故事和神秘的传说 都是跟这个一座路一座的城堡 就是都有直接的关系的 全部都是发生在城堡里面 对 它那个围绕这个城堡建的很神秘 然后里面产生神秘的故事 是吧 所以 你看这两类建筑物群 建筑物啊 都有共同特点 就什么特点呢 它的建筑材料 基本都是石材 用石头建 那石头建 它是什么特点 石头它的建筑工艺很复杂 而且周期很漫长 比如说 南底纲的圣彼得大教堂 花了120年的时间建 巴黎圣武院 182年 赫龙大教堂 一夜之间就烧掉了 对啊 那个烧掉 它不止一次烧掉 但是可能最后一次 是故意送火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了 那么 还有刚才我说 那个科隆大教堂 超过了600年的建筑周期 所以你知道 这个城堡 可能这个建造时间 稍微短点 但是也时间相当长 那么直到近代以前啊 就是欧洲文明 到了走到近代文明以前 人类文明水平 和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 你一个社会 你的这个文明水平 到了什么程度 基本上是从建筑方面给你衡量 而建筑水平的衡量呢 体现在有三类建筑材料 你知道吗 你要讲到建筑材料 不如你还是继续讲 共机会吧 你看你别着急啊 我跟你把这个讲完就明白 这都与共机会有关的 人类它做建筑材料 基本上呢 可以分三大类 一类是草材 一类是木材 另外一类是石材 为什么这么讲 你叫什么叫草材 咱们就讲茅屋嘛 对不对 什么茅屋为秋风锁破割 那个茅屋 茅草屋子 你用几个木材子 那个杆子 搭一个架构 然后上铺上茅草 旁边茅草和泥给它呼一呼 这顶多就是加点泥 这个是草材最简单 不需要涉及什么技术 对吧 没什么技术含量 大家做就行了 那么但是呢 中国比较高大上的建筑 是用什么做的 基本是木材 对吧 那为什么中国老是什么 什么火烧阿房宫 阿房宫 什么这个中国古迹 你看咱们现在走 无论是黄鹤楼 也遭到火灾 你到各地建设 他都杠 你说这个古迹啊 现在目前是忙往年 他重建的复制的 原来的的已经没了 因为他是用木材做 木材做的不能持久 那木材做需要一定的技术 一定几何学 一定工艺 但是工艺相对简单的多 但实材呢就不一样 实材它涉及到啊 它建筑非常复杂 它涉及到力学 数学物理学 方方面面的 但是实材呢 建的建筑物 非常的持久 所以啊 你咱们现在讲 你说石匠是一种 可能干体力活的啊 呃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 但实际上在中世纪以前 这个 不要讲 这个欧洲 就是全世界来讲 石匠它是 真的是高科技 真的高科技 它受到人尊重的 所以说呢 石匠工会是 为什么它能够演变成 共济会 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社会精英为主的组织啊 怪不得 就是前面共济会的宪章 就提到那个集合学啊 这我也觉得奇怪了 你集合学为什么又跟共济会有关系啊 所以你现在这么提到 我就可以理解 对 但是呢 我这还没有讲完哈 就是这个 还没讲完 还没讲 我还 咱们在讲直接进入共济会之前 还要在我再多讲几句 就是这个 你知道石匠的技术要求高 它不仅技术要求高 它需要创造力 因为你石头不像砖呢 砖大小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木材呢 很容易你给它劈了砍 但是石头各个 它一个是成形 形状不一样 成形也比较难 那么你用石头做建筑呢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教堂和古堡 那个城堡你就知道 它有很高的创造力 每个个每个都不一样 那你要有创造力怎么样 你就需要自由 而且这个自由啊 这个行业怎么才能得到自由 你想一想 如果你在一个就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头之拼 莫非王臣 这么一个大一统的 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这种环境下 你这种中央集权环境下 你不要讲行业了 你各个地方政府都没有自由 所以呢 那你就很难有这种自由 那欧洲不一样 欧洲它这个 它的封建制 一直是在中世纪以前 它的世俗权利 国王也好 领主权利就非常弱 对对对 你这么说 我现在也想起来也可以理解 就是说欧洲它在信仰上面 一直都有这个基督教信仰的 一个文化传统 所以在信仰上面 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的 可是它却没有一个大一统的王权 所以它跟中国的这种民间故事 很不一样 因为小时候一方面听 有小的民间故事 对对那种帝王将相或者是民间故事 那另一方面看那个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就看到欧洲的风土民情 这很不一样的 这个欧洲呢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国王 中国呢就是一个国王 就是在王宫里面高高在上的 可是欧洲的国王 就是一个小国里面有个国王 然后就会有公主 有很多王子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公主王子的故事 是吗 而且这些国王公主王子 都比较平民化 他们的生活就是跟普通人是一样的 所以公主还可以 还可以遇到青蛙 青蛙还可以变成王子 跟公主结婚 就很多这种 这种很不想象力的民间的童话故事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我就在想了 他们对他们来说有信仰 所以神是神 那人就是人 所以人就不会高高在上 变成神来让其他人来膜拜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感觉我小时候听这种不同的故事 我就感觉欧洲和中国的古代 就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样 在欧洲的故事里面 人民普遍是比较自由的 比较快乐 然后呢想象力就会很丰富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像你所说的 就肯定可以具备高度的创造力 欧洲因为大家信仰都是一个上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所有人都是罪人 包括国王 包括皇帝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人就没有绝对的权利 你人的权利没有绝对的话 那你就产生了这种自由 才有下边有自由的空间 所以你看啊 为什么欧洲它的实践 它能够单单发展起来 从古希腊那个什么的自由精神 这个它的一个城邦结构 到最后基督教文明的它的一种 虽然说当时很多人认为 天主教兴禁锢思想 但是它实际上在创造力 在这个它的一个人的权利限制上 也是给留出了一个相当大的自由层面 所以这你就不难理解 这个石匠啊和石材的建筑 单单在欧洲出现 因为它有自由竞争 所以欧洲文明从这点来讲 从石材 它用石材为主来进行建筑 也就是也能填出一个特点 高出其他文明 此外呢 这个石匠的工艺还有一个 它的工艺比较复杂 周期上无论是理论上 比如几何学也好 力学啊物理学啊数学 还是说你的石建的具体工艺 都需要很长时间周期的积累 积累了以后呢 你还不能像中国经常失传 为什么换一个潮带 你基本什么东西都给你毁了 都百废戴心 但是欧洲呢 它相对它是一个和平的环境 那这个环境下呢 有长期的积累 那这个积累的话 你不是我花一百年时间 我们家族积累的 你不能让别人偷去 偷去以后呢 我这个积累也没意义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有这些样的一个行业秘密要保守 就跟咱们说的魔术一样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它靠什么 那在中国靠家庭成员 我传男不传女 我传给后代 你一个 一旦你断子绝孙了 或者说整个一个朝代变更了以后呢 那你这个 你这个传承就 就互乱了 或者你像现在有这种专利 专利方法 你可以注册专利来得到保护 但是呢 咱在当时都没有 那当时主要的这种保密 靠什么呢 就靠这种工会会员之间 我们在之间有一个 相互的一个守约 一个承诺 这样传承下去 如此这样一个传承 它也是导致了这个 让这个石匠啊 石匠行业在欧洲 变得是很发达 能够让这些石匠们 能够精益修精 掌握高潮的基础 让更多的人呢 投入进来 他投入进来以后 他得到回报嘛 这样的话 他才可以不断的提高公益 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所以他的这个保密 传承有很大的这个重要性啊 对啊 这个很 我可以理解 这个很合理 make sense 那可是为什么 他们要有一些神秘的仪式呢 这个听说就是 共济会里面 这个仪式很神秘 也是因为这样而遭人很多的猜想 对 这里边呢 其实你要是从共济会 它的一个发展历程看的 你也不难理解 首先一个 它就是中国时代的实践 实践工会 他们是完全是基于基督教信仰的 那这个基督教信仰呢 它带来了敬虔 带来了自由 同时它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宗教性 这种宗教性是我们经常讲的一种必要的仪式 有这种仪式感 对吧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因为你本身这个行业协会 它的特点需要你保密 那这样的话 它也是要创造一些仪式 让你有一种归属感 我们大家之间有一种认同感 自豪感甚至 那这样的话 它也会带来一种必要的这种仪式 带来一种神秘感 那这种事情 而且由于它的本身 这个协会 无论是原来的实践工会 还是后来的动力会 它都是相对比较保守 比较封闭的 因此呢 它的仪式也就传承下来 OK 所以这个就决定了 这个组织的一些的特点 首先呢 它是一群专业的精英 对 还有它们必须是自由的 不受掌控 所以它们就在生活上和思想上 相对是比较独立 它们又有信仰 信奉上帝 因此呢 它们会具有一些宗教的仪式 那在外人看来 这样的一群人 就充满了神秘色彩 对 你这个总结 很到位 那么你知道 这个也就带了一个负面影响 什么负面影响 大家看 哎呦 这是一个精英组织 它们一个个 这个人都非常精 就是咱们中话讲 人比猴星 人肯定比猴星啊 但是咱们经常会说这话 另外它 它们又那么神秘 就要有个仪式感 哇哦 怎么 人家想起了阴谋啊 阴谋的 就想起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这个你就知道 它的 现在我们对这个共济会的感觉 你从古代石匠工会的 方方面历史 你就可以 大概你要知道为什么 大家有这种感觉 那OK 那个背景 基本上就是古代的共济会啊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现代的这个共济会 它早就已经不是什么 石匠工会了 嗯 我想现在共济会成员里面 你已经找不到半个 在那边敲石头的石匠了吧 那所以这个古代和现代共济会的 一个古今的分界呢 就是在1717年 它是共济会正式在伦敦 就成立了一个总会 叫做Grand Lodge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 就是威斯敏斯特 所以它是肯定是很正式 也很有地位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会所 那它当时已经是夸行业了 所以它的这个会员里面呢 就包括了会族 教士 还有科学家 还有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新会 比如说商人 资本家这样子 那然后呢 那很快就在伦敦以外陆续的成立了分会 那因为成立了很多的分会 以后就需要确立本级 所以到了1723年呢 就第一次就颁布了这个共济会的宪章 我刚才所说的宪章是美国的宪章 那这个是在1723年是在英国所颁布的宪章 对这里边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讲一讲 现代共济会诞生了一个大背景 为什么最后实际上公会变成了共济会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大的一个古代的背景 难道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大背景要讲吗 这个背景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为什么它能够突然升级到一个跨行业的 这么一个精英组织 这个你知道欧洲基督教文明呢 它经历了中世纪 然后进入了跨入现代文明 以大航海宗教改革为标志 那么这个时候它也带来了社会的巨变 带来了社会的动荡 这个动荡 大家一想到欧洲的动荡 经常就往往会想到什么 啊这个你讲的是18世纪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 对不对 杀国王啊 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啊 然后内战啊 等等啊 其实啊 英国它的内战 它的沙国王 建立共和国 比法国早 早了150年将近 咱们从这个15几几年就开始说起 当时说 你越推越早了 不是 我给我讲几句啊 你知道英国它怎么崛起的 实际最重要一点 大家很多人忽略的 就是亨利巴士 他为了自己的婚姻问题 他的这个 离了这个五六四婚 完了杀了好几个老婆啊 他当时呢就是和这个教皇闹掰了 那么他和教皇闹掰了以后呢 就是他决定英国就脱离天主教 英国实际真正的崛起是从脱离天主教开始 等一下 你讲这些东西啊 让我想起 就很多人都说 世界上所有重大的世界 背后都有共计会的幕后黑手 那难道你说的这个亨利巴士改教啊 英国革命 英国的内战 沙国王 以至这个法国大革命 难道背后都是共计会的黑手 在幕后操控的吗 不是 是不是你要这么说 这个实际上是 他们这么讲 是把英国关系颠倒了 实际是这些我刚才讲这些历史的大背景 催生了共计会的诞生 而不是顾宁会的阴谋 促使这些事情来发生 那我给你讲为什么 首先你看 那个时候就到 刚才我是亨利巴士时代 共计会还是实将工会的 对吧 他与基本英国政治啊 与英国主流社会啊 他除了给他们造房子 没有太大直接关系 但是呢 英国他犹豫他自己内部实力的崛起以后啊 就1588年吧 咱们就说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英国和西班牙海战 就英西海战 真正当时世界的霸主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嘛 他的无际建筑被英国1588年在英西海中 一起击败 这样的话呢 就宣告了英国的崛起 英国就迎来了一个辉煌的 也是纷乱的一个十七世纪啊 这个咱们现在听到那些非常牛的英国人 什么莎士比亚对吧 这种文学艺术的顶峰 到这个牛顿啊 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个鼻祖 到这个像Francis Bacon啊 就是这个培根 这种思想界的大家都是在十七世纪 那当时他们是科技大发展 而且呢 整个社会是从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的一个转型 同时呢 他们殖民地这个 在全世界来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啊 让英国的这个财富啊 简直增加的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英国可以说 它是一个辉煌的十七世纪 但是由于 它的这个经济 思想 方方面的发展 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个激化 首先体现在什么呢 就是新教和天主教 之间的一个矛盾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会忽略 宗教因素的影响 那 虽然亨利八世 他弃绝了天主教 但是在英国这个 国内特别是贵族里面呢 还是想恢复这个信天主教 还是想恢复这个 成为这个天主教大家庭的一部分 这种人大有人在 那接下来就是由于 英国工业化的发展 产生了很多 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啊 新商人呢 他们和 这叫新贵 你原来的权贵 就是王权和贵族嘛 之间有矛盾 那当然这个传统农业 它的一个生活方式和这个新型工业带的生活方式也是完全不同 你说的这种改变让我想起一个叫做什么 羊吃人圈地运动 对对对 其实呢 他这个羊吃人圈地运动 英国的工业化实际是从15世纪就开始 你看那个汤姆斯莫尔最早提出这个羊吃人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Eating Man啊 英国他最早最早的工业化 是从纺织业开始 就是羊毛纺织 所以这个他就圈地嘛 圈地了以后呢 就把那当地的这个羊进去施草来养羊 然后把这个当地的农民都 就给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地 把他们变成了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 就跑到成立大功去了 咱们说的农民工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啊 哦 那是更早的农民工 怪不得叫羊吃人这么奇怪的名字 对对对 他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 甚至到19世纪初 所以但是你说这个羊吃人圈地运动确实是工业化 就当是社会矛盾计划的一个代表 哦 OK 那我明白了 所以就是说有了一个很大的社会结构和环境的改变 还有就是收入也变化了啊 收入的方式也变化了 所以就必然导致政治上面的变化的需要吧 而英国的资本主义呢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直是走在欧洲大陆的前面的 这英国跟欧洲大陆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即使到了现在也有脱欧啊 所以从那个时候来看到现在的脱欧那也就不奇怪了啊 英国一直就是就是这样子走在前面 对 对 他英国其实走在前面 你看哈 咱们这个 中国的历史发展 比如说改朝换代 他的推动力往往是什么呢 往往是说 我民不聊生 什么恶嫖变野 人为的也好 自然的灾难造成 你不得不反 所以每次中国人的反抗呢 都是非常low 非常的被动 所以他的反抗也没有任何创造力 但是你看欧洲他的 这种社会的变革 他的顺序跟中国正好相反 最早的变革一定是开始从宗教信仰 比如说1517年的马丁杜德的这个教改 以及呢 英国在1534年脱离政治和天主教 然后呢 这种教改它代表什么是这种政治的变革 政治变革以后呢 才有真正一个扎扎实实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变革 所以说呢 在17世纪呢 呃 就是就比如天主教和新教啊 权贵啊和他的这个新贵啊 他们之间权力分配方式就有一个激烈的一个斗争 这个斗争呢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就到了动手啊 动枪动炮 就是暴力就开始了 所以从1642年开始 英国就进行了 呃 我们管的叫资产级革命啊 就是第一次呢是有死亡 第二次没有死亡 所以第二次叫光荣革命啊 两次但是都是几乎都算是内战啊 第一次革命呢 呃英国的这帮人呢就杀死了查理一世 建立了共和国 但是这个共和国呢 又被这个Oliver Crumboil啊 就克伦威尔呢给推翻了 他又搞出一个什么什么护国公 就Lord Protector啊 啊 哇 等一下啊 就是说他们杀了国王 这个内战杀了国王 建立了一个共和国 对 然后这个共和国又被推翻 他就建立了叫做护国公制度 那么那个护国公护的是谁呢 那个国王还有吗 嗯 他护国公 他护的当然是英国了 但他他所以他叫护国公 公就是Lord 我是一个 我是个贵族 我是个爵士啊 那么我代替国王来保护这个国家 然后等着新的国王 比如我们选出来啊 或者我们给他找出来 我们给他定出来啊 我们推举出来 但是呢 克伦威尔说自己护国公 他答应说将来以后要回归国王制 但是呢 他从来没做过 他死了以后 他儿子把他这个权力交给他儿子 他儿子人大家不服 把他儿子干掉 他就是像国王一样嘛 他就是 对对对 他就是自己要做国王嘛 对对 但是呢 他那个英国的国王 那出了那王室的嫁 那个那都是由 你他他不够资格嘛 所以说呢 后来 这个英国呀 这个英国人呢 他们又把他儿子干掉以后呢 就请这个查理一世的儿子 查理二世 当时有点内疚嘛 把查理一世给杀死了 把他查理二世呢 这个给扶上位 也就是查理二世又复辟了 英国王使用复辟 但是呢 绕了一圈 查理一世的儿子又来做王帝 又来做国王了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乱啊 下边更乱 这个查理二世呢 为什么能够复位 他当时呢 就是答应所有的知识 他的人说 我复位以后我绝对不搞秋后算账啊 我们一个 这些 这个 以前的这些革命者啊 杀我父亲头的 他们该干嘛干嘛啊 这个我不会迫害他们的 结果上台以后 他疯狂的开始迫害这些革命者 而且不仅他迫害 他后来死了 接替他的老弟 是那个James II的啊 就詹姆斯 詹姆斯二世 那么詹姆斯二世呢 他继续破坏 不仅继续破坏 而且詹姆斯二世呢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呢 还要恢复 把英国恢复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 这一下英国的这个 很多贵族啊 还有他新兴的资产经纪 还有一些平民 他就开始不干了 不干怎么办呢 开始倒戈 他倒戈呢 就跑到荷兰 詹姆斯二世呢 他们也很搞笑 倒戈 他们不再推翻詹姆斯二世 就是我在建立共和国了 而是什么呢 跑到荷兰 把詹姆斯二世女儿 把利二世 当时他嫁给荷兰的这个王储 这个就是这个 叫做那个威廉三世 把马利二世和威廉三世 两个人 就奥伦志期嘛 大家经常听到这个 这个奥伦志 把他们请过来到英国来 做这个国王和女王 其实他不是王后 为什么 他是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 共同执政 那么这个 所以当时就有段时间 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说的 英国和荷兰合并 为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威廉是他们共同的国王 那这种情况呢 就进入到了18世纪 就是大概1702年 好像是 就是这个威廉 马利先死了 后来威廉也死了 威廉死了以后呢 那么 这这本二世的女儿 另外一个女儿 就安妮 让他来当女王 那他当的时间也不长 10年 1012年 他也没有儿子 他1714年 他死了以后 就找谁继位嘛 找的这个人叫乔治一世 这个乔治一世 什么人啊 他是 詹姆是 詹姆是一世的女儿 伊利沙白 的女儿 索菲的儿子 他的宠外孙 当时这个家伙呢 就在那个德国汉挪威 在那边是待着 这个人就是德国人 这个乔治一世 是一句英语 不会说 而且特别不愿意 在英国待着 所以他就成为了英国国王 就进入了 英国就进入了 汉挪威时代 从斯图亚特时代 这个王朝就变成了 汉挪威王朝就这么来了 等一下等一下 Eric 你这个圈子是越绕越大 这些是不是都是 共济会的阴谋啊 人家来听共济会 就是想要听阴谋论的 而不是单纯的听历史 到底这些东西 是不是又有共济会 背后的幕后黑手呢 没有 你听我给你讲啊 这个这件事情 虽然说肯定没有 共济会黑手 但是与共济会 是相当有关的 为什么 现在我开始就开始接近公济会了 你听着啊 对 刚才你听是很乱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要听阴谋 对 你要听阴谋 我先跟你说一个阴谋 也算是个阴谋 就是更乱的什么 这个乔治一世 他怎么会成为英国国王 你想 刚才我说了这么一大堆 这八干都打不着的 这么绕了半天 绕到他这来 在英国呀 其实詹姆士一世和詹姆士二世 他们两个子女啊 以及他们子女的子女 有五十多位 按照王位传承的顺位 都是排在乔治一世之前 有五十位呀 他都能排在乔治一世之前 为什么单单乔治一世 他能够上位 难道这不是一毛吗 他是因为那五十位 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 所以他们被拦住了 不能让他们当国王 那么这就开始与共俱会有关 谁拦住他们 辉格党 不是 辉格党 辉格党不是共俱会 就捣乱 那么辉格党 The Wigs 辉格党 它是个什么样的党 它是个变革的党 就是它有点像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种 亚当斯密那种 就是传统的 就不是保守 它也算保守主义 它算传统自由主义 它主张变革 主张工业化 支持资产阶级的发展 它坚决的反对天主教 但是呢 它在反对天主教同时 它也反对革命 它主张自由经济 主张个人权利 主张小政府 所以呢 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个英国十七世纪既辉煌又纷乱 造成现在这么乱结婚 虽然找德国一个英语不会说的 一个胖子过来执政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他说就因为啊 英国在十七世纪的行为 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英国不能再搞这种激进的革命了 这种革命对社会是没好处的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议会改革 要进行全民和解 同时呢 我们也不能说是为了和解 我们去向这个旧的制度 旧的思想妥协 我们要用新的一些思想 我们去什么 我们去影响这些旧的问题 OK 你梳理了一点这个英国的变革历史 我要善意提醒你一下 你记得要绕回来讲风机会 好好好 马上就回来 所以他们这样讲 那就是说他要做一个全民全社会大和解 对吧 不同的阶层之间 不同的职业之间 各方面 那么这个和解呢 还必须建立在一个有思想高度的基础上 而不能是就是大家各打五十大半 你好我好他也好 就咱们说的那种 那种经常 你看咱们进行一些思想性的辩论 经常会有一些和少跳出来 我们要团结吗 你看那个左派多么团结 我们右派你看不团结 不是这样的 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高度的思想交流的基础上 大家每个人要谦卑 每个人要 要这个认罪悔改 每个人呢 我们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但同时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我们要大家之间进行一种创造一种交流的环境 那这样怎么办呢 神 他就说好吧 我们大家都加入共济会 当时我们都加入石匠协会 其实他的中文改了叫共济会 对不对 这还有很多名字 我都记不住了 但是在英文 宋会 但是英文其实一直没改这个名字 就是free missionary 对吧 他都没改 到现在还叫石匠协会 对吧 所以说呢 他就说我们大家都加入石匠协会 在这个以石匠协会为平台 或者我们现在这时候就开始叫共济会 为平台 我们进行自由的交流 我们进行 但是不仅进行自由交流 还进行秘密的交流 我们有一些仪式 这样表示我们之间的一个兄弟情谊 所以说共济会当 就是从1717年 他的英国总会 伦敦总会 伦敦和西敏寺总会建立当时呢 其实他就成为一种 后来叫做那个fraternity 就是说 兄弟会的这种性质呢 这种一个 中国往往成为帮会 但是中国的帮会呢 往往是带有非常负面色彩 他不是 他是用兄弟会 那这样的话 他里面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归属感 有一些自豪感 那就有一些秘密 我知道中国的帮会 是要避雪为盟的 那么这个共济会呢 他是秘密仪式来取代 就不需要避雪为盟 是的 我们都为耶稣的保险 遮盖了 所以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血 我们自己的血是脏的不得了的 这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 跟非常大的区别 anyway 这样的话 他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进共济会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不分职位 不分高低贵贱 我们互相的建造 我们互相的建造 彼此建造 我们提升个人道德 同时我们也互相分享思想 我们改进关系 那么我们打造一个新的和谐的环境 争取这个 打造当时的和谐社会 所以这个就是当代共济会 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 以辉格党为主 全社会参加这么一个跨行业 跨体系 跨职业 这么一个沟通的平台 那他的目的就是建造和谐社会 这种和谐社会不是以这个妥协为代价 而是以大家的一个思想交流为基础 让保持是和谐的目的 为了保持英国的一个繁荣常证 不断的发展 而且同时避免由于社会的矛盾激化 带来了十七世纪的这种革命 这种动荡 所以说呢 当时在英国是通过这个共济会 大家都参加这样的这个兄弟会的组织 那么就倡导一种信仰 共同的信仰理念 然后也提升个人的修养 那么就可以化解社会矛盾 也可以稳定政治 那肯定就会有助于发展经济 也可以保护个人的自由 那从这方面来看 共济会的正面的效果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呢 我就看到英国虽然也有过动荡和混乱 也有杀国王 然后又找这个来做国王 又夺权这些 那可是相比起中国的这个千年以来的 宫廷夺权 你真我夺啊 肖墙之乱这些 那简直是差太远了 中国是延续到现在还在你真我夺的 那就是英国它 它的那种那种的乱 毕竟是从小而克了 那我看共济会在这方面 就是他们这个信仰的 和大家有共同理念的那种力量 那确实是很强的 那所以我可不可以说 灰格党乃至这个社会的进步和所有这个在社会中有影响力的这些群体呢 很大程度都通过共济会来实现 就是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进步的改造 就是共济会是不是达到这样一个一个贡献 你不仅可以这么说 而且呢 它这个最后实际的结果呢 说明他们是圆满超额完成的任务 这个我们刚才 所以说你可以看刚才来讲 实际是英国当时的一种发展 一种思想的提升 这种大的环境 催生了共济会的诞生 而共济会反过来又促进英国的发展 你看英国18世纪是真正辉煌的时期 对吧 我们经常说英国大英帝国的顶峰是什么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 对不对 那么英国工业革命崛起 英国在全球帝国的崛起 那么18世纪最辉煌 18世纪你看 刚才我说乔治一世对吧 乔治二世 乔治三世 乔治四世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维多利亚女王 所以呢 共济会起源于英国 同时又促成了英国的这个辉煌 可以说是功夫可磨 它绝对不是偶然的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说是不是阴谋 你可以定义它是不是阴谋 但这个作用是实实在在 我现在看来根本就觉得 完全没有什么阴谋 可能我们的观众听到现在都会失望了 可是我现在听了更加不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说 共济会是犹太人所掌控的 所以它的起源 它的内部是跟犹太人 还有他们的这种阴谋是息息相关的 听到现在好像没有犹太人什么事嘛 而且什么摧毁世界的阴谋啊 到现在为止都听不出任何的这方面的关系 所以还有很多故事要说吗 那肯定的呀 你看实际上到了我们讲的这个到了18世纪为止对吧 共济会它是怎么诞生的 它起到什么作用我们都讲清楚了 这个实际上显然是没有什么摧毁世界的阴谋 也没有犹太人的参与 这是肯定的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看 共济会的发展与扩张 其中特别包括对美国的影响 这个是阴谋论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吧 说这个共济会怎么样 你那方面看的比我多一些 我这个共济会的阴谋 我不是特别看的 那么实际上 共济会在英国诞生 几乎同时在美国就传到了美国 非常快的 英国当时借助它的殖民地影响 特别像美国这种 你知道英国殖民地有两类 一类是什么呢 比如说印度 它是派少量的英国的这个管理人员和军队 占领印度 然后呢 宣布运动是大英帝国的领土 但是它的主体的国民呢 还是当地人 对吧 这这样呢 在这样的一个殖民地呢 英国可以建立殖民地 可以呢 去管理殖民地 可以获取利益 但是呢 英国和殖民地的思想交流是基本是很难做到的 和殖民地的主 这个主体社会 但是呢 另外一类的殖民地不一样 它真正是殖民 也就是把英国的本土的人移过去的 比如像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啊 这些国家 那么在这些国家 它的思想传播非常快 它一旦在英国本土有了什么新思想 马上就传到了 新的组织也是一样 它马上就传到了美国 所以说呢 在美国的扩展非常快 那同时呢 当时英国的这个 就欧洲进入近代以后 它的动荡不止英国 英国更早 解决得更好 但是欧洲大陆本身来讲 也是需要一种新的思想 新的组织 所以说当时英国 共济会产生了以后 迅速扩到了欧洲大陆 这也是这个 当时发生的这么一个两件事 就是一个在殖民地 一个在欧洲大陆 进行迅速扩展 那现在今天所谓的 这个常规系的共济会 主要讲的就是 英国英美法系地区的这个会所是吧 对对 就是我们实际 你在讲是两类共济会 你接着想 对对对 所以我讲的这一类就是 应该说是比较原初的 那个共济会的理念 那所以在美国 Virginia的共济会网站上面 它是列出了 这一个体系的共济会 它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 比如说它就说 信仰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所有的男人女人 都是上帝的儿女 没有人有权强迫别人 如何去思想和应该信仰些什么 还有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 要做一个好公民 必须要奉公守法 也应该努力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还有就是尊严和政治的品格 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关键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美国的那个共济会 它的那个章程 其实对 它这个章程 其实你会发现 你现在如果你上网看 共济会 它各个地方 各个州 各个地方的共济会 甚至包括美国以外 它都有自己的网站 它都有自己的一些信息 但这里边比如说像这个 佛斯基尼大网站 这是几条原则 它是概括了整体共济会的一个共同原则 但是它所谓这个整体的共济会 其实指的就是常规系的共济会 这个英文叫做 Anglo American Masonry 就是指的是英美共济会 这种英美共济会 它有相当大的共同的特点 是什么呢 就刚才我们说 从辉恶党传承下来传统 它是比较保守的 它反对革命的 但它主张积极的变革 看重个人生命的一种改善和提供 这个就是 所以它是这个常规系进行会 而且它也是比较保守 为什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 它都不吸收于个人 那你说的就是那个 一直在说的是常规系 我们一起说的 那可是其实共济会在欧洲大陆 尤其是到了法国以后 就被那个启蒙运动所影响的 就所以在欧洲大陆的 那一个体系的共济会 就会比较偏激 而且就如很多传闻所说的 它确实应该是有参与革命 是吧 所以说共济会有参与法国大革命 这个应该是一个事实吧 对对对 你知道它任何一个东西 终于可以讲到 讲到一些阴谋论的东西 这个具体我们会在下半部分讲 但这个确实它沾点边了 就是因为英国共济会 它的起源是规和党 是坚决反对天主教 那么但是英国呢 它反对天主教 它同时也反对基金的革命 在法国就不一样 法国当时主张革命的 很多启蒙运动 这个知识分子 他们是坚决反对天主教 所以它把哪部分拿过来呢 它把英国的这个共济会保守主义 那部分扔掉 它把反对天主教那部分给拿起来 违于它所用 就拿来主力嘛 就是说英国的反天主教呢 其实它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教 它并没有反信仰本身 是吧 它反的是那个天主教的那种 僵化和专制的宗教体系 对对对 可是法国它反天主教 它反的是信仰本身 它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 所以表面两方面都是在反天主教 可是它的本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是吧 完全不同的 对 所以呢 这个欧洲大陆体系的 这个Breemasons完全就会 应该说是越跑越偏 是不大一样的了 那而且在18世纪以后呢 确实就有很多法国知识分子 它也参加了共济会 所以名称还是共济会 不过本质上可能就会是还不一样 比如说有孟德斯丘 福尔泰 迪德罗的这些 那都是共济会员 那他们除了孟德斯丘以外 其他的大多数都是天主 或者是很左的 那也意味着就是法国的共济会 跟英国原初的共济会 因为你一直在说 英国原初的共济会是保守主义 是保守主义 那所以法国共济会跟英国共济会 看起来就很不一样的是吧 对 法国共济会其实 我觉得它有点什么特点 它自己本身就是个左派 就是革命者 然后呢 它就说 好吧 你不是反共济会 那我就加入共济会 它实际是借共济会这个名 就有点像中国借用马兹主义的名 实际是行这个秦始皇 封建帝王之使 跟毛泽东有点类似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刚才提到什么福尔泰 迪德罗这种都是大左派 但是呢 他们还只是在嘴上左 对不对 那后来法国大革命的那些骨盖 什么霞飞将军啊 什么那个 还有什么雅各宾那个丹东啊 还有这个奥尔良公爵等等 他们这些都加入共济会 而且你知道还不仅如此 咱们中国经常听到这个什么唱的国际歌 国际歌从哪出来了 1870年的巴黎公社嘛对不对 那巴黎公社当时已经到了19世纪了 1870年嘛 那共济会都进行参加了 结果那特别搞笑 那个发动巴黎共产都是共产主义者 人家拒绝他们 就跟阿Q有时候自己想革命 人家不要他 所以呢 这有点像什么热脸去贴人家的什么冷梯梯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欧洲他的共济会是非常左 确实是 对啊 他们就是一群高大上的精英 想要去效劳于共产党 居然还被共产党这些农民阶级给踢了 对 听到像 OK OK 那所以人们就说 比如说这个革命 那个革命背后都有共济会的在操控 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 或者是起码他有在影响这些革命吧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阴谋论 对对对 我就想刚才 我又有点想打到你 我就是想说这个 是他的确他有一部分就是参与了革命 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阴谋啊 那法国大革命是什么阴谋啊 巴黎公社是什么阴谋 他们要把红旗插秘全世界都不是阴谋 对不对 但是呢 所以这里面你要有一个注意就是 我们实际讲到现在你会发现 此共济会非比共济会 共济会和共济会它也是不一样 而且即使到今天更是这样 共济会呢 他各个地方的管理啊 他也是相对独立 共济会他不像天主教 他没有中心的 他虽然说 比如说我归属男的 但是他不是说 天主教的时候我下个命令呢 我的教育 我是压倒性的 共济会没有的 他各个地方价值观呢 实际共济会很大程度的 从他服从于当地 比如在欧洲 德国也好 巴伐利亚洲 还是说法国 巴黎 服从于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这种价值 对对对 那所以 可是不管怎么样啊 传到现在呢 就在美国民间 关于共济会的这个阴谋论呢 确实越传越多 越传越多啊 当然呢 也有一些文学作品的推播助澜 比如说 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 Dan Brown的小说 尤其是那个大文西密码啊 那里面讲到的 大家都会认为是在说共济会啊 那特别他就是提到 这个对共济会对于美国历史 是起到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美国建国以后 这个18世纪的后半叶 也是共济会 兴起和扩散的很快的时代 那所以很多人都说呢 美国的国父们 从华盛顿到富兰克林 他们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讲啊 美国的建国怎么样 就有人留言说 你不要忘记哦 这些美国国父们呢 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哦 那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呢 意思就是说 这些其实都是坏人来的 那难道美国的建国 也都是一个大阴谋吗 美国的国父们难道都是阴谋家 都是共济会的成员 就是不是好东西 就是这种意思啊 所以又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阴谋 是不是这样 对 你看哈 在这里边呢 不仅牵涉到阴谋 也牵涉到人 他自己怎么去思考问题 你看 首先我们讲 有三个 不是 有两个基本事实 是存在的 第一是什么呢 就是 华盛顿 富兰克林 这些美国国父们 打造了一个人类文明 最高点的美利坚合众国 对吧 他们是美国的国父 这是个事实 也就是他们为人类 做了一件大的好事 而美国至今 可以说是一个 可能人类有史以来 最公益 也是最强劲的国家 这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呢 华盛顿 也好 富兰克林也好 Samuel Adams 等等这些国父们 都是什么 都是共济会员 那么你解读 就可以往两个方面解读 对吧 一个是什么呢 我如果说 我反对共济会 一毛论 我会说什么 不是 你看 华盛顿 富兰克林 他们都是共济会员 而华盛顿 富兰克林 对人类的贡献巨大 所以说共济会 它不是什么坏的事情 这是一种解读 那另外有些人 偏偏这样解读 华盛顿 富兰克林 他们是 共济会 这个成员 而共济会呢 是搞阴谋 所以说华盛顿 富兰克林 对美国 美国人民 全世界 全世界人民 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对对对 好像这方面的 说法比较多 对 但是哪个是更符合事实呢 大家自己想去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把 共济会对美国的具体影响 我们可以讲一讲 美国 它这个 可以说共济会是美国建国以后产生的 或者说引进的吧 第一个倡导宗教宽容自由的组织 这个你知道在英国也好 欧洲也好 虽然说比如欧洲三十年战争 1618年到1648年 这个三十年战争以后有了一个威斯特法利亚协议 那就是大家互相之间不再打仗了 但是呢 你看欧洲地方 比如说你是一个郡县 一个城 一个领地 一个国家 你是天主教就是天主教 你是新教就是新教 新教你还有什么路德宗 加尔文宗等等的 那大家不一样 大家老死不想往来 所以我不打了 但是呢 我们 在我的教区 我不会宽容其他的教派 而英国呢 它有这个国教 对吧 Anglican就是圣公会 它的国教 就刚才你说这个 就是这个 共济会 当代共济会诞生的第一个 它为什么叫做 叫做The Grand Lodge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 Westminster是什么 西敏寺嘛 就是英国的国教的那个 那个我们还去过 国教的它的那个机构嘛 就是那个 大教堂 大教堂 对吧 所以说英国它有的国教 那其他 呃 你不属于国教 比如你的一些 原来的那些清教徒啊 你像那个天路克爱 他们什么 他们这些人呢 呃 也是受到迫害 或者至少呢 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个 我的教区里边 我不允许你 后来允许你 那我们也是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呢 它跟美国环境不一样 美国当时是什么情况 到了美国 我们到了殖民地 你继续信你的这个 呃 路德宗 你继续信你的公理会啊 你继续信你的 这个 那个什么卫理公会 但是呢 咱们之间可以建立游异 可以进行积极的有效的 比如说在政治层面上 在经济层面上 在各方面的沟通 我们甚至可以说 在很多具体的社会工作中 进行合作 这是美国不一样 那怎么 美国怎么产生这种 我们叫相对于欧洲的 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 那为什么他们产生这个 共机会的贡献就很大了 他当时他为了倡导宽容啊 那种美国的那些 其实我就说 为什么说你 共机会他的服从当地价值观呢 为什么你去说 或者共机会产生的这些现象 倒不如说 因为当时的美国人 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使美国人乐于接受共机会 那么当时美国的 经济上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比如说 他倡导宽容到什么程度 他会说 呃 因为当时都是基督徒嘛 我们 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就会引入一些 基督教以前的宗教符号 比如说像什么 经常说的那个 看世界的那个上帝之眼啊 你看 还有什么金字塔啊 方间碑啊 等等这些东西 那大家都说 这个阴谋 其实呢 你如果你考证一下 中世纪的时候 呃 很多这个基督教 他的 他都经常采用这些佛号 这佛号不是什么新鲜事 也不是共机会特有的 他们采用这种佛号 当时呢 因为大家 大家当时都是基督徒 就是大家觉得 李所当然 我们都信上帝 我们都是基督徒 所以呢 我弄点标信利益 让大家强调一下 啊 这个 这个宗教宽容 他就弄一些佛号 他没有现在想的 哎呦 你看他是个魔鬼啊 撒旦 他怎么引入这种撒旦的佛号啊 不是那么回事的 我们总结下来哈 共机会对美国到现在的发展呢 他有三大作用 他的第一个作用就是 呃 倡导和落实了 坐实了美国的这种宗教宽容 他成为一个呃 不同宗教教派之间联谊的一个平台 有点像前的 现在咱们说的自媒体的作用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从大的 更广泛的意义来讲 就是说 他帮助美国 第一大作用 他帮助美国建立一个 One Nation Under God啊 上帝之下异国的这么一个独特的美国文化 所以他在美国大受欢迎 发展非常非常快的 哦那只能说就是说 这个是共机会带来的一个影响 并不是一种自上到下的一种权力 说你们必须要宽容 啊必须要怎样怎样 他是带来一种正面的影响 也就是跟当年辉格党啊 在英国的这种影响的一样啊 是一种是正面的一种推动力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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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刚才说的一些作用 我想到第二个很大的作用 就应该是费奴运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波士顿就出现了 第一个黑人的共济会 而当时这个在南方 黑人依然还是奴隶 可是在波士顿却已经有 黑人共济会的存在了 那也就是这个叫做 Prince Hall Masonry 所以他呢就是反奴的 他们就参与了1777年和78年 很多次的反迷的请愿运动 所以就引发了第一波的费民运动 所以呢 这么说来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传闻 就是说林肯总统他是不是也是共济会的会员 这个事情有很多争论 就像说林肯是不是基督徒一样 我呢查了一下 共济会自己的官方文件呢 有一个文件中呢 他这么讲了 他说林肯呢 他不是共济会的会员 但是呢 他的核心理念 比如说信望爱啊 相信上帝啊 人人平等啊 以及人人都有自我感性的能力 这些方面的理念 他跟共济会是高度一致 高度契合 另外呢 他本身和共济会的成员之间 也有密切的这种接触的关系 所以说呢 共济会的这些理念 深深的影响到林肯的生活事业 和他的很多很多决定 你这么说 我觉得其实更加是基督教的影响啊 那我更加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说是共济会的影响呢 你其实这两个并不是矛盾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不同 你可以说我们现在说到 说来说去说到现在 你会发现 无论是欧洲中古时代 还是到了欧洲现代 他的原来实际上 协会现在共济会 他都是可以说 基本是完全基于基督教核心信仰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他们之间不矛盾 但是有不同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林肯时代 当时是属于19世纪中叶 那那个时候 美国南方教委 你刚才讲有大量的黑奴 也就有大量的基督徒 他们同时信仰基督教 同时他们在迅奴 那这里边呢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一个原因 当然是他的贪婪 对吧 他的一些人类的一些罪行 同时另外一个原因呢 也在于说 他们对圣经的一个解读 这里我就不多说 因为这个多说又引起很多争论 但是呢 确实在美国他有对这方面 对这个圣经的 无论是种族主义也好 还是说对圣经的一些契约制的一些解读 他都是让他们拿过来用来为奴隶制辩护 当然这是错的 但当时的情况并不认为这是错的 那么共济会 他在这方面态度就比较明确 比如我跟你讲 举个例子 就是在1858年应该是 那个当时他们是在争取 这个林肯还是在做这个 那个参议院竞选 当时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道格拉斯 林肯是共和党的 几乎算共和党的创始人了 那么道格拉斯 他属于民主党 他坚持不能给黑人人权 也不能 而且在坚持对这个支持 这个奴隶制的存在 那么林肯呢 他就讲这番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承认 黑人 他无论是在智力上 还是在品德上 都不如我 但是 他们是上帝的造物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 天然的权利 包括什么 那意思就是包括什么选举权 包括他们 不做 就是不被奴役的权利 他们就是他有自由的权利 对不对 自由就不被奴役 所以呢 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共济会 因为他在对圣经 对美国宪法 这种天然权利解读上面 适合所有的人 适合所有的 因为人是被造的 在这方面解读 可以说 他是非常坚定的废奴 废奴派的解读 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出来 你仅仅有圣经 你还有一个人的解读 你怎么去解读 这种情况下 共济会给出了明确的解读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一看 他的第三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 说得非常好 就是他在美国 废独方面 他起了非常促进的作用 非常大促进的作用 第三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在美国建国以后 很多年中 他的作用是改善了美国不同教派 美国不同党派 政治党派成员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话呢 让这个美国啊 他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之上 形成独特的传统价值 促进了美国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确实 你这么说啊 就是说很多 一直大家都在说 美国很多 那个建国国父 都是共济会成员 那他们其实都是来自不同的教派啊 但是他们都可以 有着共同的理念 而且呢 说 就是说这个56位独立宣言签字的理念呢 就有21位是共济会的成员 然后来呢 也有很多位的美国总统 也都是共济会的成员 是吗 对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着了 当然我们 就是接下来需要 讲我们可能上半部的最后一部 就关于共济会成员的一些知名人物 对 就所以说呢 他很多美国总统都共济会成员 直到当代 所以呢 你可以看着共济会对美国的影迹 基本就是三大影迹 那我们可以再讲一讲啊 一个知名的共济会成员 你通过说谁是共济会成员 你也可以能够大致了解到 共济会成员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对吧 因为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思想 他们主要主张是什么 呃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大家都清楚了 首先我们 我们给他做了个分类吧 首先我们看一看什么哲学啊 呃 什么这个文学啊 诗人的等等 就这一类的呃 著名共济会员啊 他也是有很多很多都是这个共济会会员 比如说莫萨特 扎堆了 还有好多呢 就是共济会成员 那还有当然包括企业家 企业家大家就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罗斯柴尔德 犹太人进来了 你想你共济会在发展扩大嘛 对不对 那这就肯定是有犹太人进来 而且犹太人在企业界他是主导啊 那他能不进来吗 肯定的 所以这没什么信息的 这才终于沾到一点犹太人的边 对对对 沾到犹太人边 而且呢是他们这些矛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对象 对他们是主角啊 对 那我们可以在后半部分来谈这个事件 另外什么 你像那个亨利福特啊 福特的汽车公司创始人 那你知道还有中国企业家 有不是中国 华人企业家 有一个也是共济会的 大名领领的 李嘉诚 啊是吗 对对对 他是共济会会员 这个是我查到的 那当然还有呢 你知道有一个叫Colonel Sanders 是谁吗 知道 山德市上校 就是肯德基的那个连锁店的创始人 那个那个大胡子 对对大胡子 对他也是共济会会员 美国这个咖啡店连锁的第一大品牌 就是那个星光星巴克 而加拿大那是叫Tim Porton 就是创始人Tim Porton也是一个共济会员 那个还有包括什么像什么爱迪生 爱因斯坦这科学家也有共济会员 你说中啊想起来华人还有一个人 蒋伟国 蒋介石的儿子 他也是这个 呃 共济会员 哦 ok 所以你讲到蒋伟国 那么我也想到就是政治家方面的 其实共济会员员确实是更多 因为政治家多所以也更加容易牵涉到一些阴谋论 因为想到政治家好像都是坏人比较多啊 搞阴谋的比较多 啊音乐啊 诗人啊 现在的确如数 你音乐这种诗人这种都不会是阴谋家 可是政治家都会是搞阴谋的啊 那可是以美国为例呢 很多国父啊 刚才说了都是这个共济会员员 比如说啊华盛顿啊 啊富兰克林啊 潘恩 还有就是那个 Patrick Henry James Monroe Samuel Ann 这些人啊 对 那后来的 可是不只是这些古代人啊 后来的美国总统 其实也有很多是共济会员员 比如说啊大小罗斯福 两位罗斯福总统 还有呢 William Teft William McKinley 还有 Warren Cardin James Garfield Andrew Jackson Andrew Johnson 杜鲁门 还有那个约翰逊法案 很出名的那个Lindon Johnson 对LBJ 还有那个Gerald Ford 还有听说啊 Gerald Ford和里根总统 他们都是名誉会员 是吧 我知道里根总统是 Gerald Ford好像是正式会员吧 另外 OK 对 另外你不要往美国以外 还有那个最著名的那个 共济会会员的政客是谁啊 邱吉尔啊 啊 OK 还有一个你共济会创立以后 你俩对国王都是共济会的会员 乔治四世 然后什么 刚才我说乔治四世 就维多利亚女王之前那个国王 对吧 还有威廉四世 就维多利亚以后的那个国王 还有爱德华七世 爱德华八世啊 还有乔治六世啊 等等的 都是这共济会员 完了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你说英国他从那个天主教 从亨利发誓以后就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以后呢 把英国的国教去安格利坎 那么他的这个 英国这个国教的这个最高领袖 也叫大主教 他叫坎特伯雷 Canterbury 大 Arch B. Sharp 坎特伯雷大主教 这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近代的一个 从一直到1972年 他有一个叫做 叫做 Jouffrey Fisher 这个Jouffrey Fisher本人也是共济会员 你可以看到共济会在英国的影响 这个简直像一个钻石俱乐部 这个是国王大主教都参加的一个club 简直不得了 可是我觉得很费解 就是说国王大主教 他们应该算是在最顶端的人物了 他们还参加什么兄弟会 那他们这样子的人去跟一些做生意的人 去称兄道弟 这个其实在华人的传统思想里面是有点难以理解的 他们有点屈尊降飞的感觉 所以你看这个骨子里来看西方的这种 这个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这种概念是根深蒂固的 他们也有等级对吧 他们也有也承认这种差异 但是呢这种人人平等它是从骨子里从心里面 这你就能看出来 似乎你国王就是你的一份职业 你还是可以加入一个兄弟会来跟大家平等交流 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 然后呢 你知道那个还有还有几位 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共济会会员 为大家说一下 一个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什么 五星上天陆军员是麦克阿瑟将军 他也是共济会会员 这个不太因为他本身也是保守派的 不太令我奇怪 但是呢 这个大左派的民权领袖 Jesse Jackson 这个黑人他也是共济会会员 所以他可能与这个废奴运动的传承有关 还有什么呢 就你知道那个原来土耳其 他是从奥斯曼帝国演化过来 奥斯曼帝国在一战的时候被彻底打败 当时土耳其面临亡国 挽救土耳其建立了当代土耳其的 那有一个人叫凯默 叫土耳其之父也是共济会会员 哇他好受爱戴哦 我去土耳其旅游的时候到处都是他的 对对对对 大家提到他都是很爱戴他 对真正的国父 而且受到大家的爱戴也是这样的 土耳其国父 那么还有对他也是他也是 然后还有什么呢 不完全可靠消息 苏联的斯大林 还有那个原无政府主义者 那个巴估宁都是这个共济会会员 我是有点怀疑他们的理念跟共济会的那个 对对对 对对 好像不大不大的尬 不可靠啊 OK 不过不管怎么样 反正传言也已经够多了 对对 那我们那总的来说 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共济会的 从远古到现代的一个前世今生的背景吧 那还有就是他的起源 他的发展 他对当代社会的一些进展的推动 那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共济会起源于这个石匠工会 也解释了为什么共济会是带有这些神秘的色彩 那还有呢也介绍了共济会对美国的建国立国原则的影响 以及背名的影响 还有就是对美国后来的政治经济所发展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总结吧 其实这些基本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个上半部 关于共济会的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 无论是在欧洲也好 在英国美国也好 你会发现这个共济会就如从他们传统文明的方方面面可以说 它的影响力呢 可以说是日渐示威 但是有意思是什么呢 共济会的影响力在减少 但是对共济会的关注以及阴谋论的传说却又增无减呢 对呀你说日渐示威 我觉得他们越来越出名 越来越出名 成为大家的一个下酒菜了 那么我们所以说我们节目的下半部 我们就专门来解读有关共济会方方面面的一些故事 一些阴谋论 比如说什么共济会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 共济会和光明会有什么异同 共济会的首饰符号 那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那个上帝之眼代表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 对还有什么呢 像美国建国和现代政府 它到底是不是被共济会操作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那个 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佐治亚洲那个那个杯 就是说世界新秩序的阴谋和共济会有什么关系 另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比较共济会和共产主义 那么他们是怎么影响人类历史的 从这里边我们看 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视角和方法论 就是你怎么去认识这个阴谋论和人类发展影响的各方面力量 这个我们会在这个后半部分给大家详细讲解 所以大家看了这一部分以后呢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下半部分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 而且更加要牵涉到另外一个共 所以两共共济会和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对对对 那怎么样雨林 我们今天这个共济会上半部分 咱们就到这里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寻情问道 我是张寻 我在美国芝加哥 我是雨林 我在新加坡 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